比特币大量出走交易所 日线回调还没结束 现在上车也许不是好时机 Coinbase喊冤SEC恐吓性执法 USDC大动作走进银行 Swift协议或将成为过去式了 Telegram力挺波场较进SEC 孙宇晨的朋友圈看上去很靠谱 TUSD独享币安零手续费优惠政策 这是妥妥的稳定币新宠啊 用加密货币重新丈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3月24号星期五 币电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数据 昨天的大盘的行情波动 那叫一个大 大多数人认为 还是一个多空双杀的行情 对吧 一天之内 比特币先是触及26500的低点 然后又重新回到28600的一个高点 所以这和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我觉得算是有吧 很多庄家都会借这种消息面的新闻 来进行盘面的控制 那鲍威尔的议息会议呢 昨天是导致风险资产开始走低 那清算是比特币这周四 导致突然价格下跌的主要的驱动力 到目前为止呢 比特币还是在不断的 从交易所当中去流出的 那今天的数据呢 是比特币现在为止 持续流出了3.6亿美元 其实在数据上是创下的 今年美元流出交易所的最高金额了 在经历了周四的加息之后呢 比特币正在持续的上涨 目前的价格呢 已经涨破了28000美元的大关 大家都在疑惑啊 这轮的比特币的涨势 是现货驱动呢 还是衍生品驱动呢 这里头的区别就是说 如果说是衍生品驱动的话 那怎么上去的 还是怎么会下来 对吧 那数据显示呢 Coinbase上面相当多的现货 目前正在累积 所以从数据上 我们可以确认 它不是衍生品驱动的 这是非常健康的拉伸行情 就比特币来说呢 目前大盘已经是突破了 我们在周评当中给大家设置的 牛熊分界线 并且已经早就站稳了 对吧 但是从大环境来看呢 无论是通胀 还是银行暴雷风险 都将会持续的伴随着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议席会议结束之后呢 又把之前所有的问题 全部带了回来 鲍威尔说 我还是要坚守通胀目标2%不变 叶伦说银行我不救了 出问题交给你美联储 你美联储顶着 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 一切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 所以从日线上面来看呢 我们看到比特币 依然是一个动荡的局面 持续的资金并没有持续跟上 所以在28500能不能涨破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那一些补涨行情的小币种呢 现在也没有得到 持续的补涨力量的推升 所以小币种最怕的是 该补涨的时候 遇到大饼的跳水 所以在这样的行情下 期待小币种反弹 应该是无望了 我们来看消息啊 那在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一睁眼就Docon被抓了 这对大家来说 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觉得两方面来看 从这个冤有头债有主方面 我觉得Docon应该接受法律的惩罚 他现在呢是被爆出来 在黑山共和国使用假护照 被进行了这个人身的这个自由的限制 现在的黑山正在和韩国方面联系 确认到底是不是Docon本人 如果确认是的话 那么Docon将会被引渡到韩国 面临的欺诈等等 数项金融犯罪的一个指控 那对于Terra不管是新链还是老链来说 他的币价都将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好我们继续来看监管的问题 那在上个月Corcoran被开了罚单之后呢 美国证券监管委员会SEC 对于这个质押币的这种打击呢 又再次升级了 这一次拳头挥上了自己的孩子Coinbase Coinbase被指控说 在金银加密货币交易所和提供质押服务的时候呢 违反了SEC的证券法 那随后Coinbase盘面股票大跌15% 这次SEC针对的是Coinbase三大产品发起通知 分别是质押服务 企业及托管 交易加密货币服务 钱包 美国SEC潜在的执法行动 可能还会针对Coinbase所上架的加密货币 机构及平台Coinbase Prime 及其钱包服务Coinbase Wallet 即便如此 Coinbase表示 所有产品和服务仍将照常运行 不会进行任何调整 其实这个事情很奇怪 面对SEC这种穷追猛党 其实我倒是愿意为Coinbase叫区 因为大家看我们日报的话 应该知道21年的时候 Coinbase上市的时候 和SEC讨论过未来各种产品的发布 和运营的方案 而且和SEC见面会谈超过了30次 而且SEC对于Coinbase以后 你要开什么样的产品 你要怎么样走什么的监管路线 并没有提出任何的疑议 那么Coinbase喊冤 这一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要知道Coinbase提供的服务 那都是在之前的监管体系下 完全没有变 对不对 任何新产品都没有 那这下SEC突然翻脸的话 是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呢 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Swift的体系来进行跨境的银行汇款 比如说你要从中国会一笔钱 到澳洲或者到加拿大 首先它的基础的汇款的费用 就是相当高的 大概1000多人民币 另外就是你还要经过7天左右的时间 你才能让对方收到你的钱 所以耗时很长 而且非常的贵 现在有个消息是说 总部在直布罗头的私人直牌银行 叫Zapple Bank23号宣布 它将和第二大美元稳定币发行商 Circle进行合作 它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家和USDC完全整合的银行 那么它将提供USDC的存取款的服务 可以让所有的会员绕过Swift的系统来进行支付 这可是首例来看一下 总部位于直布罗头的比特币托管银行 Zapple Bank表示 它将与稳定币发行商Circle 合作提供USDC存取款服务 Zapple将按照1比1的汇率提供USDC与美元的转换 并支持USDC转账 Zapple Bank的所有USDC存款都自动转换为美元 存款年利率为4.1% Zapple表示不提供贷款业务 客户资金将全部作为准备金 并投资于短期流动资产 那么这个Zapple Bank采用USDC进行结算 是因为它认为说USDC是一种更快速的跨境支付的方式 能够全天候24小时 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快速完成结算 所以相对于现在的Swift的支付网络来讲 USDC是既快又便宜而且安全 所以这一举措对于巩固USDC的地位 应该会有一个推进的作用 那么大家想一想 现在已经有国家把这个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 那么现在又有了绕开Swift的协议的一种方式 那么你认为Swift的协议最终会不会被数字资产的转账取代呢 君子报酬十年不晚 Telegram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到底有什么梁子 稳定币TUSD有内幕 发行商竟与孙宇晨有密切关联 之前我们在日报当中跟大家讲过 其实每一个币每一个项目都有它的朋友圈 你像USDC脱毛的时候 Coinbase会来救场对吧 孙宇晨和波场现在就是正在被SEC勒索保护费的风头浪尖上 这个时候Telegram突然宣布在波场网络上进行USDT的稳定币的支付 看来这是要较劲SEC的节奏啊 暗挺孙哥和波场链呢 那Telegram到底和SEC有什么过节呢 在孙宇晨和他名下的三家全资公司被SEC告上法庭之际 Telegram宣布用户可以在波场网络上进行ESDT稳定币支付了 用户除了可以在Telegram的应用程序上买卖和发送他们的10资产之外 Telegram还允许用户通过其应用程序购买比特币 并将比特币发送给其他用户或比特币钱包 他们之间有什么梁子 刚才我们提到的TON这个资产就是Telegram发行的代币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Telegram就曾经在自己的应用程序当中 引用了加密技术 但是20年的时候SEC认为说 Telegram你如果发行TON你就属于发行证券 而且你违反了证券法 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把Telegram告上了法庭 最终是什么 Telegram在支付了12亿美元和1850万美元的赔偿之后 这件事情就和解了 虽然说Telegram因此退出了TON 但是这个项目并没有结束 由TON基金会现在一直在维系着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它就是Telegram的代币 简单来说就是Telegram曾经希望能够通过TON 来将平台代币化 不过被SEC搅黄了 可以说直接就是断了Telegram的生财之道 所以你要是Telegram的话 这个筹你会记着吗 去年年中币安是推出了比特币交易零手续费的优惠活动 这让币安的市场占有率直接从50到了70对吧 近期币安宣布说这个活动结束了 如果你再进行比特币对USDT的交易也要收手续费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通道可以继续免手续费 就是比特币对TUSD的交易可以继续享受优惠 所以我们稍微来扒了一下这个TUSD到底为什么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呢 不扒不知道 一扒吓一跳 TUSD的发行商竟然还和孙哥有密切的联系 TUSD最初是由总部位于美国California的Trusted Token公司推出 并在2020年被一家总部位于亚洲的企业集团Tectrix公司收购 此前就有消息称 这笔收购案与波厂的创始人孙宇晨有关 并且孙宇晨曾在TUSD的网站上被列为亚洲市场顾问 不过官方删除了相关信息后 且澄清与孙宇晨没有关系 但知名风头合伙人亚当·科克伦 近日却在推特上指出 孙宇晨的亚洲企业集团买下了TUSD 不过现在仍有前美国公司负责营运 这个亚端科隆克呢 也并没有付出相关的证明来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不过我们发现呢 TUSD有20亿枚稳定币是发在波厂上的 它占了TUSD总的流通量的63.75% 这个比例算是非常高了 而且Tectorics公司的结构特别像孙宇晨 去年收购火币时候的一家交易所 Pollinex非常像一个空客公司 而且没有任何的市面上的资讯 所以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TUSD和孙宇晨有关 但是从TUSD的流通增长的速度来看呢 如果币安继续选择对TUSD给出相关的市场优惠条件的话 那么TUSD即将取代BUSD成为币安稳定币的新宠儿了 好来看今天的币圈大事件 数字房地产平台Rift Stock再度裁员27% 5个月前已裁员20% 旨在调整规模以努力降低烧钱率 并确保在市场最终转向之前有足够的资本 Coinbase日前宣布在Arbitrum网络上添加对Arbitrum的支持 一旦该资产的供应充足 将宣布分阶段推出ARBUSD货币对交易 加密交易所Kraken将从3月27号起 暂停自动清算中心存取款功能 在Saurgate Bank倒闭后 该公司正在寻找新的银行合作伙伴 链上数据分析网站DeFiLama 推出ARB空投一键领取交易功能 用户可以预先进行合约授权 申领ARB空投并一键卖出所有ARB 其中将通过LamaZib节省兑换GAS成本 NFT市场Luxreal聚合器第一阶段现已上线 用户可以将NFT添加到购物车 从Luxreal与OpenSea批量购买 并从OpenSea查看交易活动 而无需离开网站 此后用户可以使用Luxreal V2协议 进行批量购买 好 我们每天会梳理您必须关注的 币圈链圈矿圈的大事件 那希望我们的梳理 对您在币圈的投资有帮助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您给我们点赞 或者是传播我们频道 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在这个链接当中 可以看到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